本周末中超联赛将迎来第16轮比赛的重头戏,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鲁能,两家传统豪强本赛季强势崛起,目前站置着积分榜前两位,北京国安本赛季经过倒立引人之后,更是打出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战绩。 联赛14轮不败,16场比赛狂轰38球,未列中潮第一,在本赛季的首轮比赛中,山东鲁能主场干净利落,的3比0展落国安,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安输掉的唯一一场比赛,而这场比赛也成为国安球迷于北京媒体至今无法理解的一块心病。 在第15轮国安主场6比赛大赛和北华夏幸福的比赛后,BTV的某档节目就开始分析周末与山东鲁能的比赛。 其中解说嘉宾的话里话外,透露,就各种不甘,其对于山东鲁能的不幸。 该解说首先表示,在首轮比赛中,山东鲁能的这两个进球都有争议,如果仔细追究的话可以找出很多问题来。 在谈到近几个赛季山东鲁能对北京国安的战术打法时,该嘉宾表示,其实山东鲁能的战术打法就那么两下,在你禁区去放一个高中锋,一群小个子球员在旁边简陋。 在谈到山东鲁能为何克国安时,该嘉宾表示山东鲁能就是靠身体接触,打乱你的进攻节奏,对方的几次尺度大的发挥都没有判法,导致国安后面处处陷于被动。 就像CBA一样,为什么北京手杠南篮也怕山东南篮,因为他们主要身体接触来强硬对抗,动作大一点,就不让你。 这种技术流发挥出来,在中潮连赛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,山东鲁能一年到头就干赛电视,吃饭,睡觉,打国安。 而近几个赛季,鲁能每当遇到国安,都能打出超强的战斗力,每次的对话都堪称经典之战,本周末的比赛,看来又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精彩对决。